目前為止在提到調整的狀況 今年度馬龍確實是非常非常的理想 提到在本屆賽會馬龍在前面的三場比賽 特別是八強是以4比0來輕鬆擊敗了 百二歲的老將薩摩索諾夫4比0 相較起來張濟柯就打得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他是和香港的年輕好手和君傑來對戰 那一場比賽張濟柯是以4比3精險獲勝 所以就是雙方在前面八強當時的一個比賽的情況 那馬龍唯一比較辛苦的就是在16強是以4比2來擊敗了松平健泰 那此外呢他基本上都是以4比0來輕取對手 而且比較有趣的是在賽後他有接受訪問 他說如果都是以4比0來擊敗對方的話 那其他人也不用打了 還是要有一些讓對方較量的機會 當然場上一般的選手都是盡全力去贏球 當然以馬龍的狀況來講 事實上七戰四勝要打敗他確實不容易 當然現在是中國兩位的內戰 可以從比賽中可以來欣賞這兩位選手台內的處理球 然後加上他的整個左右開攻的整個動作 那剛剛提到的就是能夠展現出所謂的爆發力 就是力量是決定能不能拿分 因為現在的乒乓球的技術 尤其男子選手你光只有把球安全的送過去 只有速度是不夠的 他必定要經過他最大的力道 那兩位選手馬龍是站上風 因為他的身體條件是比張棋柯稍微好一些 那比賽還是要看一些技巧性的技戰術的應用 場上的靈活度就要看選手怎麼去表現 張棋柯對馬龍 第一次比賽 那在張棋柯昨天的比賽 現場有非常多的觀眾來替他加油 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性觀眾 所以由此可見他的人氣 那在畫面下方的是張棋柯 在畫面上方的是馬龍 那張棋柯在昨天的比賽也有提到 希望觀眾可以在看球的時候稍微安靜一點 那昨天的歡呼聲可能太大了一些 對 哇 漂亮 我看出在整個進攻上是主要的得分武器 那雙方可以從發球大部分都發短球 那如何的接發球 這個是中國選手比較有變化性的一些台內的球的處理 那也是乒乓球非常重要的 尤其單打比賽 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要怎麼去接 哇 結果在一開始張棋柯是先拿了三分 目前是三比一 暫時領先 那這也是在這兩天比賽的人 經常會拍到的畫面 這是場面的觀眾 哇 白短喔 這馬龍的處理呢 你可以看出他白短呢 非常的動作小又快 當然很多的變化 除了白短 哇 這個球 哇 結果自己的大球失誤 也把這一場比賽在第一局的比分呢 現在是打成了三比三平手 哇 這個球也是發短球直接拿分 因為張棋柯目前的揭發球呢 就是所謂的台內的擰球 也是在桌球裡面呢 一個進攻的一個策略 四 三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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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領球喔 這個張棋柯目前的處理方式呢 是帶有上限的一個進攻 對馬龍來講喔 發球上呢 太多短球了 有時候應該是做一些變化 哦 哇 這一球又被壓迫到 所以張繼科現在再度把比分給超前過去 哇 這個已經預測的蠻準的 他也知道馬龍也是帶有進攻的揭發球 哇 房子好 剛才那一球的回擊回直線 所以現在的比分 那對馬龍來說 是嘗試用正手排打開一些局面 對 直接的擊場球 我想這個馬龍非常冷靜 當你張繼科台內球處理得很順的時候 我來一個場球 來打亂你的整個接球的節奏 我想這個是選手場上 非常有冷靜的一個戰術應用 馬龍調整的速度也很快 但這一球側身之後 轉正拍的攻勢沒有打進去 所以分數還是由張繼科所拿到 那提到呢 兩位在奧運當時的比賽 第一局是打最接近的一局 是以馬龍最後以14比12 打到了Deuce之後呢 在第一局勝出 不過接下來呢 整體的節奏都是掌握在馬龍身上 哦 郭馬龍反拍 沒有壓住 沒有壓住 哦 張繼科說 哎 觸網 觸網 他跟裁判說 觸網 他事實上這個球馬龍拉得快了 那就看裁判怎麼認定 看裁判給不給 哈哈哈 結果是重發 所以張繼科很有經驗 這次真的看起來是觸網 還是觸網 聯繫三個觸網 還是要重發 哦 馬龍還是失誤 今天他最拿手的正拍搶攻 還沒有完全發揮哦 狀況還在調整當中 一開始失誤的頻率比較高 所以在第一局呢 張繼科現在分數有點拉開了 不過這一球的反拍 他自己沒有把握到 馬龍追到了6比9 哎 再試試 再試試 剛才呢 嘗試要發了一顆長球 我後面在銜接的時候呢 並沒有做好 所以 現在來看到呢 張繼科在第一局擁有局點 10比6 好球 結果這一拍呢 又是讓張繼科拿下分數 所以這一場 頂尖對決 在第一局比賽呢 是張繼科以11比6 率先搶下來 歡迎再回到這場比賽 那麼雙方對決呢 是進入到了第二局 而在剛才第一局 看得非常的清楚 馬龍他在回球的失誤 比較多一點 過去拿手的正手拍呢 打不進的頻率太高了 對 哇 又是一場 也是一個對啦 也是可以看出 馬龍還是沒有對準 啊 球拍的一個 啊 什麼甜蜜點 是 所以我想 這個馬龍目前 還是要 加快 這個進入狀況的 趕快調整到 一定的程度 因為在剛才的第一局呢 他最後只有拿下6分 以6比11 輸給了張繼科 那來提到呢 畢竟馬龍他是在奧運 拿下的金牌 所以在奧運結束之後 有蠻多的巡迴活動 那他自己有說到 在練球情況 可能沒有比過去 來得那麼多 哇 啊 展現好正派的理道 你可以看出 哇 這個是跟他拼一板 整個人180度,360度的轉動 完全鋪倒 好,對他 哇,結果這球對他馬龍中是拿回一點上風 這就是展現出男子選手的中演台的能力 哇,這個馬龍的反拍的加速 這明顯的,我了解張季柯已經要撤開了 所以你力量的速度增加 當然就是擠壓對方的一個動作 那在進步到第二局呢 馬龍是逐漸找回了他的狀況 也使他在比分方面取得了4比1 哇,剛才這球又是主動來拉100,5比1了 加油,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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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突然間一個家賺的批場 可以看出這個揭發球 當然有點幸運啦,已經快要擦邊了 非常有技巧 剛才壓得非常深 那不過後面張季柯呢 是主動來嘗試進攻100 也逼得馬龍呢 要來做防守的動作 現在在第二局呢 張季柯也拿下了第二分 喔,發的又是幾場球 來擠壓了張季柯的揭發球 哇,這個球完全是跟張季柯一側不能 一個短球跟長球之間的差異 那所以九頭老師剛才所提到馬龍 現在他在整體的發球節奏 也有一些比較多的變化 對 哇,好球又是加快了 這一局就感覺不一樣 他的速度呢 看得出來呢 是穩定也提高了 也是很拼命的左右開攻 來壓制張季柯的打法 喔,這個球不容易拉 對,一般來講 第一個彈跳是 雖然是出台 但是這個球呢 不是非常長 再把一球 白短 喔,又是要退到中原台 那這一次呢 是張季柯拿下分數 哇 這個還能發力啊 齁齁齁齁齁 這個球 基本上反拍呢 你可以看出已經掉在周面下 還能夠發力 喔 我原本以為第一拍呢 是有攻擊到 但後面還是讓張季柯擋回來 所以現在來看到第二局的比賽當中 張季柯也是在持續追分 喔 這個 拉曼的旋轉 也是節奏上的變化 當然 先搶攻呢 就是有壓制性 那馬龍第二局呢 尤其他的正拍 搶得蠻兇的 哇 發球失誤 這場比賽第二度來送分給對手 10比5 那馬龍在現在的第二局呢 擁有game point 好 好 反手在接正手 不過後面這一屆的正手拍沒有打進去 這個球 應該是 搶下了分數 所以 對張季柯得到了第六分 馬龍發球 看能不能搶攻 哇 又是一次 反拍的出界 10比7 當然馬龍還領先三分 應該加緊的正拍 哇 想要輕輕的帶有一些 台內的一個波空 所謂的 也是所謂 所以要做一個角度的變化 結果是出界 哇 在剛才在台內的這一球 馬龍沒有把握住 所以 幸好他現在呢 還是有兩個局末點 10比8 再次的 好 然後張季柯發短球 直接還是用反手領球 得到第九分 雙方呢 差距只剩下一分 正手成功 差太長了 這個一出台呢 馬龍逮到機會 正手呢 最拿手的得分 那我們在進入到第二球比賽當中的 馬龍雖然後半段打得有點危急 但最後還是11比9 把雙方的局數搬成了1比1平手 是中國快賽男子單打的四強階段 是由備受矚目的兩位頂尖球員 在互相交手 方面上方的是馬龍 剛才的第二局呢 他在正手方面 進攻率有所提升 另外也把他的失誤給降低 所以 最後以11比9 把戰局呢 搬成了平手 1比1 哇 這個也是 馬龍 反手的一個速度 搶下了分數 我想張季柯呢 現在也稍微要注意 馬龍已經在積極撤開 有時候的線路上 尤其直線 要有一些點壓制 牽制馬龍的側身 剛才的第二局 馬龍就搶得非常兇 對 好球 先主動的拉球 那對馬龍就一定是防守 最後是出界 好球 要回 結果還是沒有成功 那麼在現在的第三局呢 張季柯先入到1比3的落後 喔 喔 排內要直接來搶 對 還是沒有 想要做一些輕輕的 一個挑的動作 但原則上這種球呢 你打過去呢 有時候質量也沒有那麼重 這個也是蠻危險的 好球 喔 好球 喔 就是有這個能力他也了解我發一個機場球對方一定會受到進攻但是我就是要跟你反攻 這個球應該或許是一個張機殼的機會 他就自己在打的時候沒有打好 對拉球的摩擦好像出現問題 哇 直接的碰到自己的桌子的前面 這有點差距喔 最後馬龍是把這一球給擋出去 現在比分了6比3 再進步到第三局馬龍還是維持領先 不過他要小心出現 避免出現剛才第二局的情況 被張濟柯連續追分追起來 又是要來主動做進攻 對 這個球 也是揭發球的一個失誤 非常可惜 事實上已經出台 是馬龍的機會 對 帶有觸網 幸運的一個插網 那馬龍呢 然後下了第七分 那以馬龍的整個速度 所謂的步伐的移動呢 確實是來得快 他這個球是反拍主要要結合正拍 哇 結果這球還有 哇 這個球 哇 這個應該是幸運之外呢 但是你可以看出馬龍的整個鎖碗的發力 他能夠從桌子的應該球往下掉 還能夠把這個球拉上去 硬是拉回去 對 而且碰到網子 他是一個上限 所以還是滾進去的 哇 所以張濟柯剛才應該非常 哦 原本是要拿下這一分 還是讓馬龍給拼回來 馬龍給拼回來 會提高的 8比6 馬龍領先2分 我想馬龍就應該會更積極 不會那麼客氣了 果然沒錯 哇 這球已經是先主動側開 再來做進攻 對 搖搖頭 對馬龍來講呢 這個失誤是 這個蠻嚴重的啦 因為你拉近的可能就得分 那以馬龍的實力來講 這個球失誤是不應該的 剛才金是跟他預想的一樣 要來做正手的進攻 結果沒有打進去 再一次 哇 打直線 後面帶來一板 所以馬龍現在在這一局 拿到了第9分 對 在這個世界一流選手的對抗 你可以看出 越打到後段的分數 越要敢搶 你太保守 大概就是失去的機會 殺高球 還有嗎 用力 哇 張七哥非常拼命在擋這兩球 雙方呢 完全 展現了這種 全力拼搏的精神 我想雖然是對內的比賽 每位選手都想要拿到 最後的勝利 那所以在進入到現在的第三局 馬龍又是拿到了局末點 10比7 想要假動作 結果馬龍沒有打好 對 就說 1 2 1 2 2 1 2 2 1 2 2 3 2 2 1 2 1 1 2 1 追到了第九分 要主动来一场 张之科自己没有打好 他也是同样的一个引擎 结果对方反拉 那么在第三局比赛结束呢 马龙是再下了一局 11比9 现在反弹的取得了局数的领先 2比1 必须再回到这场比赛 那么备受瞩目的双方对决 现在是要来到了第四局 而在前面的三局当中呢 马龙是6比11 以及两个11比9 现在取得了局数2比1的领先 哇 确实是展现出这种 速度跟力量 这已经预测的位置 哇 这个张继科呢 是带有一点点反拉的一个 快节奏 这个难度蛮高的 因为对方是一个进攻 哦 现在来看到进入到这一局呢 反倒是张继科抢的比较凶 对 揭发球揭的又蛮短的齁 制造好的下一波的进攻 在刚才的第三局呢 马龙是后半段抢得很凶 也让他以11比9再拿下的一局 2比1 哇 这个球拉得狐线又低啦 事实上有点带有幸运 拉的质量呢就是轻轻的拉 马龙退得太快了 哇 又是一板 所以在第四局 马龙他回球的这个情况 让张继科有很多的机会 哇 这个球有点高 一点点而已 你看就这个张继科 直接台内的一个波攻 这个力道呢完全展现出来 这是中国选手厉害的地方 他的揭发球 你可以看到他摆短 跟踢场的动作基本上是差不多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呢 会影响呢 发球方的一个进攻 像这个马龙呢 就好像被挤压了 所以拉球的质量变低了 好 第二个揭发球 突然摆短 哇 也是给你拼了 哇 现在张继科也回了一个 再拼一球 这个动作跟马龙先前 也做过一次非常类似 这个在 这种动作就是说 我打完这一球呢 你如果真的挡过来 我也认 对 但是这个力量是 比一般的 正常的拉球快得很多 哇 互相切实 还有吗 哇 在现在的第四局 張濟柯是打出了7比0的攻勢 對 能夠在馬龍手上連得7分齁 應該是很少見的 8分 哇 這張濟柯說 我就是有這個能耐齁 在這一局 張濟柯搶得非常兇 加上馬龍好像有點壓過去 自己在回球的時候也出現比較多的失誤 終於是打回了1分 收取的 喔 漂亮 馬龍左右開攻 應該是反手結合側身搶攻 這是橫拍選手的優勢 哦 哦 哦 突然变现变直线 锚锚在这一局呢抢到了第三分 双方呢还是有一些差距 目前的比速是来到三比八 這個球也是張技科的反手先主動拉球 拉球的旋轉是製造上限 有時候碰到桌面是往上往前衝 一般的防守者是比較不利的 好 殺高球 哇 結果馬龍這一球殺飛掉 措施掉了好機會 那現在張技科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多的問題 可以在第四局搶下勝利 他有多達7個game point 哇 漂亮 這個球還能夠拉 但是張技科還是等在那邊 反攻 所以雙方在第四局比賽 張技科在一開賽時連續拿到了8分 也壓垮了對手馬龍 那麼在第四局他是11比3 把雙方的局數打成了2比2平手 那兩位呢 確實演出一場高質量的對決 在前面的四局呢 則是2比2平手 特別是剛才的第四局 張技科他發揮了搶攻的威力 那開賽時連續拿到了8分8比0 對 這個是對馬龍來講 在戰術上呢 運用錯誤 尤其白短太多的當中呢 一下子被張技科直接一直進攻 所以分數拉開 對場上的變化喔 尤其局跟局之間的技戰術的配合 運用喔 這非常重要 我想馬龍應該是 除了白短之外 應該是直接的先做一些長短的配合 那再來到現在的第五局呢 是由馬龍率先拿到的第一分 好 有皮場喔 這個是長短的配合 好 再一個變直線 第二分喔 所以馬龍的調整速度真的很快 在經過一局之後呢 現在整體的戰術打法又做一些改變調整 對 但以馬龍來講喔 只要接發球能夠這樣變化 加上他只是發完球喔 可能稍微注意 可能張技科領球過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反壓他啦 這個部分做好來講 我想就沒有這麼問到 像這個球齁 馬龍已經想要撤開齁 他應該了解張技科領過來的球的 所謂的力量跟旋轉 一般台內的領球齁 速度呢不見得是非常快 但是他的旋轉度是有的 哇 張技科領後面這一板回的速度更快 馬龍已經是主動先發起攻勢了 哇 這個兩個對啦你可以看出 這個速度 動作就可以看出喔 是全力的是只有一個拉球 哇 八球太長齁 所以馬龍呢聯繫三板的進攻 也是搶下了第四分 被擠到了 也是完全預測錯誤喔 從馬龍的動作齁 他本來要側身了 結果人家 這個張技科一個劈場的 帶有滑板的動作齁 所以球完全是偏掉了 剛才那一球打得更接近馬龍的身體 所以要再往後退再打 來不及 受到了壓迫 那在這一局呢 依舊是馬龍現在領先 4比2 速度不錯喔 張技科 四球 左右非常平均的一個選手 來 來 4 3 喔 這是發 幼稚的 急艙球齁 就是完全是要 牽制張技科台內領球的功力啦 所以馬龍 事實上 對他自己的發球齁 目前的策略蠻多變化的 雙方又是強力的屁啊 這個 重新推可以看出 還能夠拉直線 當然是幸運的差邊 喔喔 這不簡單齁 這個能夠在力道上來 還能夠把身體的動作 往直線 喔 只貼的 喔 邊的膠 膠帶齁 重新貼好一些 好了後面的再拿下一分 現在進入到這一局呢 6比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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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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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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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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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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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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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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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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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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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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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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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在你回來之後呢 現在張俊柯是把比分給打平 形成了9比9 哇 又很好 他還是確定戰術明確 因為張俊柯的台內直接領球的機率太高了 他也了解 我就發給你領 我就是撤開 要進攻 第二個發球 張俊柯要注意 是不是繼續領呢 現在突然間擺短了 哇 還是太慘 還是太慘 結果後面這一拍呢 張俊柯他自己送給了對方第11分 那馬龍呢在現在的第5組是打成了11比9 所以局數也取得了3比2 率先拿到了停牌的優勢 歡迎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那麼中國外賽男子單打了4強 在畫面上方的張俊柯 目前為止呢 現在在這樣對決當中有一點危險 馬龍是取得了局數3比2的領先 那兩位是要準備來進行第6局 實力相當的比賽 難免局數會打得比較長一點 對 應該來講 誰要最後的勝利呢 基本上是5-5坡啦 就看怎麼樣是進攻 你可以看出 那落後的張俊柯連續兩球呢 都是製造非常強勁的拉球 哇 這一球還是沒有拉成功 對 好球 喔 馬龍的防守呢 帶有這個加力的作用 雖然是被動 可以看馬龍呢 確實已經做好防守的一個動作 所以張俊柯還是總共過來做擰球 對 這個擰的弧線突然間變慢 影響了馬龍的出手 所以有時候帶有一些運氣 這個球看起來是也沒有擰的特別好 但是就是過來的球不好打 喔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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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這一球擰直線 對 這個是突然間的一個角度變化 也是瞭解馬龍側開的這個企圖心 可是不能夠持人啊 來一個 直線 來一個斜線 OTAM 那馬龍呢 這個傘út吶 動作就稍微恥癮了一些 TIT 我們在今天的對決當中呢 將幾顆台內的擰球 為他帶來非常巨大的幫助 剛才那兩分呢 都是靠著擰球所拿下來 喔 漂亮 又是台內的進攻 所以事實上在第四集裡面呢 馬龍落敗的主因 就是擺短擺太多了 那也是至於說台內的進攻呢 目前來講是張濟柯站得非常上鋒 所以在處理球上 應該配合一些長球的對抗 可能對馬龍會比較有利 那因為在前面一百短呢 基本上張濟柯就把他擬球給拿出來 對 對 而且看起來是處理的變化蠻多的 喔 想要回極限 那馬龍是拿到了第三分 現在三比六 還領先三分的張濟柯 應該這一球就不用太客氣 如果是短球呢 就是上手擰球來做一個壓制 好 先領開 漂亮 哇 結果對方一個加壓 比分呢 現在是來到了四比六 馬龍追到兩分落後 突然改變發球的方式 這個球很快 動作好像是發展球 所以突然間呢 速度增加了 至少五五 要來 β0 還有到六coman 就要進展球 又是積極搶功喔 而 Isso 這個球的旋轉 一個往前衝 影響了張季柯的出手 但對在桌球場上 因為對方呢 這兩位都是平面膠皮 製造摩擦 製造球的上限 這是在技巧上應用的 這個球被逮到了 沒錯 張季柯主動來轉正手做進攻 也拿到了在這一局的第八分 再次的長球 再發一顆長球 在互相呢 我是心理技術的對抗 不是只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球技的對抗 他基本上第二個 我還是發長球給你 欸 剛才這球在台面應該是有些機會 不過張季柯的反應非常快速 第九分啊 再拿下兩分呢 張季柯就可以把這場比賽逼進到了第七局 喔漂亮啊 張季柯呢 一帶到哪 欸稍微出台 欸我改為變成拉球 反應很快 反應很快 張季柯現在是有四個game point 10比6 哦 嘿喔 長短好來釣拍張季柯的步ELLE 喔 抱歉拿分喔 張季柯也有壓力喔 想要贏球就會產生更保守的揭發球 結果直接觸網 就看張季柯在待會會不會強勢來踢一顆 是不是又是一個突然線的場車 來跟你拚一個速度 我想這個選手就是自己對自己有信心的戰術 好 短球搶攻 有機會 哇 後面果然有搶到 那麼在現在雙方的第六局呢 就是張季柯11比8 把局數搬成了3比3 待會要來看到決勝負關鍵的第七局 第七局的拚鬥喔 對吧 決勝奇喔 對每一球的這個重要性喔 當然還是要看發球眼的搶攻了 現在馬龍有機會摔先來搶100 喔 這個球馬龍反應真快 事實上呢 張季柯是一個舊球喔 結果是觸網啊 直接的彈跳變化馬龍還可以突然間一個加力 他們在剛才的第六局呢 張季柯也非常拚了 而且大部分的分數呢 是靠著在台內的領球 收穫滿多的 不過現在進入到的第七局 馬龍是率先拿到2分 對 這個 擺的呢 確實擺得又短喔 又低 來 出王 重新發球 領先的馬龍喔 事實上他的發球策略呢 就有很多的變化了 哇 出手太快了 想要嘗試吧 速度再加一點 球還沒有到齁 其實影響了節奏 這個變慢了 結果馬龍呢 出手球還沒有過來 結果在自己發球的同時呢 又是讓張季柯拿了2分回去 2比2 哇 剛才馬龍打過來的質量旋轉有多強 對 事實上他已經整個側開齁 就會利用他正手的機器搶攻了 所以你要如何控制馬龍呢 當然最重要還是短球 或者是一個速度上的壓住 好 短球 喔 結果還是白短齁 得到第四分 也是第七局呢 張季柯呢 這兩個右邊短球的失誤喔 是 好 當木頭子在這一群的張季柯底發球的時候 全部 分數都丟掉 哇 硝球 哈哈哈哈 哇 這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張季柯擋得非常好 守得非常好 這個是已經對啦 那張季柯說 我也會消錢 這是攻擊選手很少出現的齁 完全是靠一個手感齁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防守型的一個打法 後面這一板有做一些變化 讓馬龍呢在回球的時候發生失誤 4比3 4比3 雙方呢都是在自己發球的時候還沒有拿下分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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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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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回手感11比9 兩個11比9 那也把局數超前過去 但是張濟坑呢在第四局的時候 當時呢是一開局連續拿了8分 11比3 那後面的第五局 第六局呢 雙方則是分別在各拿下的一局 也打成現在呢 3比3 是 暫停後 好 現在 來 回到場上 那張濟坑的發球 就看馬龍是不是也是擺短呢 哇 太長了 主動來做場攻 對 你就送一個長球給我 你一出台 我就是馬龍的進攻 所以張濟坑這個球發球就 應該是蠻嚴重的一個長球啦 比分呢也打成了6比3 還是張濟坑的發球 哇 兩個發球 直接第一個彈掉就是出桌 這個非常不利啦 一般來講 在這種狀況呢 就是應該發短為主來製造進攻 那反倒張濟坑是被動了 而且前面的短球呢 張濟坑大部分都是獲得優勢 對 對 但是在關鍵的時刻他沒有施展出來 這一球再拉回去還有 哇 還是出界 還是出界 啊 現在張濟坑的粉絲有點傻眼了 想不到再暫停回來之後 分數落差會這麼多 馬龍是連續 呃 搶下分數 比數呢 也打成了8比3 又是到馬龍就搶到了 對 確實是 領先的分數喔 跟你大 大膽性的一個預測 因為集倉球之後呢 對方帶過來 喔 所謂的 喔 速度慢 我就是跟你拚了 喔 終於 台內的短球的出現了 所以這個發球很重要 你既然是要發短了 就一定要彈跳兩次以上的所謂的短球 對 短球 這時候張濟坑連得兩分 所以還是把這個 集球的節奏拉回到比較短 對張濟坑是比較有力一點的 現在追成了5比9 4分的差距 啊 吼吼吼 這個球是 好的機會 原本以為是個lucky ball 那你張濟坑呢 讓對方現在拿到賽末點 而且有多達5個match point 哇 這有點在 哎呀 最後當然是 張濟坑呢 自己的失誤啊 所以這場比賽的最後呢 眾所矚目的焦點大戰 那馬龍呢是打到了第七局 以局數4比3來擊敗了對手張濟坑 在第一局呢 馬龍失誤比較多 但是後半段呢他持續調整 六打到了後面的第七局 那特別是在第七局暫停回來之後 他連續取分 對 應該來講 馬龍整個戰術上 比較積極的搶攻啦 那當然張濟坑呢 在第四局表現非常出色 也是可以看他短球的處理算是不錯 那看起來整個力量上呢 還是馬龍佔一些上風 那最後這一場比賽呢 是馬龍以4比3的局數